當然是我們在中國大陸4萬萬個 生活在水生活熱中的同胞啊 這些人應該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中華民國的主權 包含到他們那邊去耶 從來都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宣稱擁有台灣主權的道理 什麼時候的話 這中華民國的政府也宣稱擁有對岸的主權了耶 這小粉紅應該都不知道要從哪裡吐槽起了 大家好我是尊貞律師 終於又來到大家期待已久的靠北新聞系列啦 欸應該有人在期待這個系列吧 就吧 哎呦拜託期待一下啦 因為我平常的影片呢 都是比較正經比較嚴肅一點喔 靠北新聞呢是難得可以讓我比較搞笑 我還會不小心講出內心想法的影片 呃 我是不小心我講出什麼了 欸反正拜託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也為大家精選了三則非常靠北的新聞啦 而且呢 今天三則新聞裡面就有兩則 都跟大家平常非常有意見的司法制度有關係喔 所以呢 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我們靠北新聞的時間吧 好 第一個非常值得靠北的新聞呢 就是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啊 九成台灣退役軍官提供中國情報 軍中有很多間諜 那新聞裡面就說到啦 有軍方消息人士指出呢 高達九成的台灣軍官 拓役後前往中國以提供國軍情報來換取金錢 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 國軍中有很多協助中國的間諜等等 那這新聞一出來當然就引起各方很多人的批評啦 像是呢前國防部長 會府會主委逢世寬面對記者提問就直接是這樣子說的 胡說八道 上台X的屁 嗯 聽得真的是還蠻爽快喔 曾口福呢也回應說啊 這種不公平的報導 對於鳳工守法捍衛國家的現役和退役國軍而言 並不公平 曾口福表達高度遺憾 呼籲媒體應該善盡查證責任 的确啦 日本的经济新闻 立场好像来就是比较轻忠的 远无故也不知道报导的 一句来源是什么 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十分怂动 内容也十分真心的报导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好好思索一下 不要完全尽兴啦 这也有可能是在分化台湾人民的一种手法 那在这个新闻里面 靠北的点在哪里呢 出乎大家意外的是 最靠北的人 竟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吴思怀哦 吴思怀在立任质询的时候 就忍不住开炮 他就这样子讲啦 在座的各位都在那九层之内 你是共谍吗 我们是共谍吗 嗯 这个 嗯 既然吴委员在立任殿堂上面 问了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了表示尊重 那是要好好回应一下啦 以下呢 我们就精选了一些 吴委员过往的发言 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请全体起立 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老共的孔子学院搞了这么多年 当然现在慢慢示威了 但是 他最风光的时候 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你们以敌为师嘛 我们不要逢中必反 因为你讲到那个 共经教台不善挑衅这个事情 引发蛮大的争议 我只是在法理上 做全民国防教育的说明 我只是希望国人 对ADIZ 对领空 有更正确的认知 好 那看完这影片 大家认为吴委员到底是不是共谍呢 就请大家在底下留下你们的答案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咯 不过呢 我觉得也是要谢谢吴委员 对于应该怎么处理共谍 他也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名路 那就是 我赞成刚才刘委员说的那些涉案的人 速审速决 从严办 大家听到了吧 我真的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尤其对于台湾 目前跟中国这种紧张的关系 这建议真的值得好好采纳 希望我们的检调跟司法机关呢 可以好好采纳吴委员的意见了 好 第二个要来看到的新闻 哇 这真的是太告别了 中国男在台遭路灯电死 判国赔463万元 高雄地院说呢 这个大陆人也是中华民国人民啦 原因是呢 有一名中国籍男子来台湾 骑自行车环岛 行经高雄市的时候遭路灯电死亡 家属呢就宽海打过被官司啦 结果高雄地院跟高雄高分院 均认为公务局有疏失 判赔463万元 那原本在苏东州呢 这个被告啊 养工处 就是除了否认他们有过失之外 还指出呢 哎不对啊 这个钱男呢 他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 那依法是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的哦 但是呢 最后这高雄地院则是认为 依据法务部的相关函事 参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意志呢 大陆地区的人民应该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哦 所以呢应该适用国家赔偿法的 而陆委会的含附里面则是说呢 并没有明文规定 因此呢 法院最后基于人权保障跟人道理念 判决应该适用国赔法 所以呢就判赔啦 案件上诉二审之后 高雄高分院仍然维持原判决 哇哦 台湾最美的风景 除了人以外 我们的法律也实在是太甘心了 什么时候对中国人在台湾的相关保障 这么的重视 别说你们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耶 虽然我们的认知上一直以为啊 两岸应该是互不隶属的 所以呢 每次有外国人搞不清楚两岸关系的时候 我们还会跟外国人说 对岸的政权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没有自己的护照 有自己的宪法 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也不用缴税给对岸的政府啊 对岸的法律也管不到台湾来了 但是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像这判决完全颠覆了我们这样子的说法 大家一定觉得很不爽 很靠北啊 中国人 他们又没有缴台湾的税 他是凭什么要求国家赔偿的耶 法官这样子判 到底是在搞什么嘞 是不是又有个恐龙法官啦 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下 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啊 没想到研究之后就发现 诶没有耶 其实法官判决没有问题的哦 因为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 外国人为被害人时 以中华民国人 得在该国与该国人享受同等权利的时候 就有适用 也就是说 除非台湾人在那个国家也能够申请国赔 不然外国人是不适用台湾的国赔法的 诶但是问题来了 中国人是属于外国人吗 好像也不太像是这样哦 因为呢 依据宪法第3条的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再看一下国际法第2条又规定啦 父或母为中华民国国籍 或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父母均无可可或均无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籍 那中华民国的领域到底包含哪些呢 诶我们再翻到宪法第4条又规定啦 中华民国的领土一起固有之僵域 其实呢就是说啦除了现在这个大陆地区以外啊 还有以前那个叫做外蒙古 现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还有什么什么唐努乌良海啊 或者是跟什么印度交界跟俄罗斯交界的一些地方啊 那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土哦 所以呢 法官依宪法来判决 有人说他有错吗 不行嘛 诶那这个新闻值得靠杯的点 你以为是法官被骂要觉得很靠杯吗 不是哦 我跟大家说 最靠杯的 当然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四万岸个 生活在水生活热中的同胞啊 这些人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 没拿来中华民国的主权 诶包含到他们那边去耶 从来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宣称拥有台湾主权的道理 什么时候 哇哦 这中华民国的政府也宣称拥有对岸的主权了耶 这小粉红应该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吐槽起了 好那既然这样 诶他们在对岸 他们的政府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导致人民受损 当然也是可以跟中华民国政府来要求国家赔偿的嘛 啊你国家赔偿法 你又没有限制 只有在台湾地区发生的事件才可以请求 照理说 哦 只要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固有疆域里面发生的国赔事件 都可以请求的嘛 所以 诶 像是那些什么没事被关押的啊 被送去再教育营的啊 还是什么动车发生事故被就地掩埋之类的 通通都可以跟中华民国政府来要求国家赔偿耶 那这样子一来 这个之前不知道这个资讯的人不是都亏大了吗 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也是亏很大啊 所以这心理上已经觉得很靠北的啊 不过没关系啦 我现在请求还来得及啦 其实我看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是蛮庞大的哦 这个我们律师应该可以来好好考虑来开发一下的哦 嗯 好第三个要来看我的新闻就是美国公开赛过棒超重失格 罗嘉玲道歉 他说呢会一辈子记得这0.1公斤的教训 我国的跆拳道选手罗嘉玲啊 在美国公开赛的赛前选手在过棒量体重的时候 裁判呢就告知他是不可以裸棒的哦 也就是说要连内衣短裤都不能脱要起称重 所以呢他当场就把头发给剪掉了 但是最后还差0.1公斤 裁判也就已过半时间已经到了 判决失格因此就离开了 所以呢罗嘉玲因此就没有办法出赛 大队人马千辛万苦 准备到美国公开赛来比赛 就只因为差那100公克的体重 没了连比赛都没有办法参加 但事后呢罗嘉玲在脸书上就发文表示啊 没有借口就是努力不够 害大家陪我承担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0.1公斤的教训 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出来 不过呢教练刘聪达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 嘉玲的辛辰侥幸没有再多降一点 想说可以跟国内一样可以裸棒 嘿对 通通都丢给选手去承担就对了 教练有问题吗 没有啊 教练会有什么问题嘞 教练顶多就是选手有问题 教练就要负责 所以回去之后也将会提出检讨报告 就检讨报告一下 这样子就好了啊 台湾这些国家队的教练 真的是很伟大呢 明明这人家比赛规则就写在那里 什么伙伴手册上面都清清楚楚的 但是教练搞不清楚状况 也是选手的问题 而不是教练的问题哦 好 那这个事件靠北的点在哪里呢 你以为是每天训练辛苦的要死 还要被骂搞不清楚规则的选手 还是我们这些纳税人要觉得很靠北咧 我跟大家讲应该都不是 最靠北的 其实就是ChadGPT 为什么会ChadGPT咧 因为 其实啊 我只要上一下ChadGPT啊 那在上面就打几个字 问说呢 请问国家队跆拳道选手因为体重超标被判施格的时候 国家队教练应该如何道歉 哇你们可以马上呢就跳出非常非常完整的答案啦 包括呢建议教练应该写一封道歉戏 向受影响的人表示歉意 包括选手国家队跟观众 或者是呢跟选手交谈并且道歉 并确保选手知道他们的努力跟牺牲得到了重视 不然呢教练也可以选择在媒体面前公开道歉 并向大众表达对错误的遗憾跟道歉 选项中并没有建议教练要先骂选手心诚侥幸 形态有问题 然后再说选手有错 教练也该负责的哦 这ChadGPT这么好用 你这教练连参考一下都不会 你们说 ChadGPT难道不会觉得很靠北吗 参考一下啦好不好 好以下也开放留言 大家觉得说这个教练应该是要怎么道歉会比较适当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咯 好那今天的咖啡新闻就到这里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别忘了订阅影侦律师YouTube频道 也追踪我的IG和脸书粉丝按赞 那建议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观众来帐号咯 我是影侦律师我们下期见拜拜